如来在雪山顶上修成了六丈金身,成为了佛门古往今来的第一人,佛门中有不少数万年道行的佛,但是论能力都不能跟如来媲美,六丈金身是佛门中至高无上的第一功法,凝聚了三界众生的愿力,代表了六道轮回之外,无穷无尽的神通法力,因此人们才总说如来的佛法无边。 在我们的印象中,神佛的地位都是靠实力来排名的,既然如来是佛门中的第一人,地位应该就是最崇高的,不过如来在见到燃灯古佛的时候,不但恭恭敬敬的称呼他为佛祖,还降低身份,自称小僧,那么看似没什么名气的燃灯古佛,究竟是什么来头呢? 大家好,欢迎订阅《真正历史》,燃灯名字的由来很有意思,因为在他出生的时候,身边的一切事物都光明如灯,所以就有了燃灯这个称呼,佛教中一共有纵三世佛,如来主修今生,叫做现在佛,也叫现世佛,迷了主修未来,叫做未来佛,而其中在如来之前的佛就是燃灯,也就是过去佛, 在如来之前,燃灯曾经统领过西方世界,是佛门的领袖,在西游记大结局中,在介绍西天诸佛的时候,燃灯古佛就排在第一位,就连如来都排在他后面,足以可见他地位的尊崇,在相关资料中,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件事,释迦牟尼在过去世,曾经是虔诚敬佛做下的善会童子,当年他曾经花重金,买下过一只罕见的五金莲花, 供养给燃灯古佛,莲花在佛教中的地位非常高,五金莲花更是花中圣品,燃灯古佛拿到莲花后非常高兴,于是就给善会童子授记,在这之后很长时间,善会童子就在燃灯的座下听课,并且他对这个老师非常尊敬,有一回燃灯正在路上行走, 正巧前方有一滩污水,善会童子心念一动,他想,燃灯佛从这里走过去一定会弄脏双脚,于是他生起了心愿,亲身扑在地上,还将自己头发解下来,扑在污水上,等待着燃灯佛从他的身上走过去,这件事让燃灯佛心中很是动容,于是当场预言他将会在九十一节之后成佛,好使家谋拟, 所以从一定程度上来说,燃灯还曾经是如来的授业恩师,如来理应对燃灯非常敬重,看来哪怕是如来佛祖,在当小僧的时候该送礼还是要送礼,燃灯古佛究竟有多恐怖,明明法力比如来差远了,却还要接受他的叩拜,燃灯究竟是什么来的,既然他曾经在如来成佛之前统领过西方世界,那么有一点可以肯定,论资历与地位,他比如来高出了一大头, 而燃灯古佛还有一个万佛之祖的称号,这个称号究竟是怎么来的呢,在三万三千年前,西天中有一位锦纳罗菩萨,他为人心地善良,天资超群,将来本应前途无量,锦纳罗的师父叫做幽破罗陀,是当时执掌西天的世尊,锦纳罗作为他最得意的弟子,将来极有可能成为下一任掌门人,不过后来因为一位女子的出现,彻底改变了锦纳罗的人生, 当时锦纳罗得了师父的命令,跑去南部传授佛法,就在这个过程中,他遇到了一位少女阿修,两人很快就坠入了爱河,走到了一起,在锦纳罗的心中,只要他将佛法放在心中,就谈不上破戒,可是他的师父非常生气, 认为他玷污了佛门,毫不留情的将他竹了出去,这件事给锦纳罗的伤害特别大,从此以后他就黑化成了无天,宣布与西天势不两立,然而就算锦纳罗被竹出师门了, 但是他的师父幽婆罗陀却并不高兴,他认为弟子没有教好是自己这个做师父的过错,于是决定不再担任掌门人,虽然幽婆罗陀引就辞职了,但是西天中不能没有执掌的人, 最后他挑中了地位仅次于自己的燃灯,让他代替自己的位置,继续执掌西天,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,燃灯成为了地位最尊贵的人, 任何人见了他都要叩拜,那时候的如来还是个小童子,并没有什么出彩的地方,也就是在他给燃灯送了五金莲花之后,得到了燃灯的赏识, 亲自给他授祭,成为了他的老师,如来的悟性非常高,他倾出于蓝而圣于蓝,超越了小圣佛法,得悟大成佛法,后来就连法力也渐渐超越了燃灯, 直到如来修成金身,创立了佛教之后,他处于对燃灯的授业恩情,以及在他过去世时对西天做出的贡献,就将燃灯给尊位了万佛之祖,说得通俗一些,燃灯是佛教之前的掌门人, 还是如来的老师,在如来创立佛教之后,成为了新的统治者,但是燃灯的地位依旧是在他之上的, 不过是前任统治者与现任统治者的区别,更重要的是如来的悟佛法, 境界宽阔,就连曾经吃了他的孔雀都被他尊为了佛母,而对待自己曾经的恩师,如来更是加倍恭敬, 所以在燃灯的面前,如来一向是自称小僧,并且尊燃灯为大僧,那么既然燃灯的身份地位这么尊贵, 为什么要因为给孙悟空求情而给如来下跪呢?孙悟空究竟有什么来的? 就连燃灯古佛都亲自为他求情,只因为燃灯的心中一直藏着一个秘密, 佛门一向讲究众人平等,可是当初荆和龙王却被安上了罪责,最终被魏征斩杀了, 猴子认为这是佛门中的冤案,于是不惜大闹灵山,两方大打出手,从前猴子不是如来的对手。 即使现在成了斗战圣佛,有了金身,但仍旧不是如来的对手,几个回合之后,猴子落败,如来想要处置孙悟空, 本来已经退休的燃灯古佛之后以后,竟然亲自去如来的面前为猴子求情,然而如来掌管佛教数年,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放肆的人,如果真的这么容易就放了猴子,他的面子将来要往哪搁呢? 然灯古佛知道如来不会轻易饶恕猴子,所以只能亲自下跪道歉,如来吓了一跳,让曾经的恩师跪拜自己,说出去当然是不好听的, 不过另一方面,然灯放下身份给如来下跪,相当于也是抬举了一次如来的地位,而然灯为了猴子甘愿自降身份,做出这么大的牺牲,不是他跟猴子有什么牵扯, 而是因为一件事,孙悟空的真身是五谷舍利,是三界中唯一能够对抗无天的力量,也是渡过这场劫难的关键, 如果他真的因为一点小错就要折在如来的手上,那么整个三界都将万劫不复,知道这个秘密的人只有燃灯自己, 虽然现在他已经不是掌门人,但是也会为了众生而做出牺牲,曾经如来推算出了三界的这场结束,却没有推算出能解救众生的人, 想要打败黑化后的无天就需要十七颗舍利,众人已经收集好了前十六颗,却还剩一颗怎么都没找到, 而知道最后这颗舍利下落的人就只有燃灯古佛,这个秘密他不能告诉如来,所谓天际不可泄露, 所以只能独自承担了所有,可以说不论是过去对西天的贡献,对如来的授业恩情, 还是后来如来将他奉为万佛之祖,他的所作所为,为三界做出的牺牲与心境,都足以当得起这个称号, 燃灯古佛被称为万佛之祖,还是现在佛如来的授业恩师, 在佛界拥有极其崇高的地位,在西游记后传中,孙悟空惹是, 为什么燃灯古佛要向如来佛祖下跪求情呢? 首先,燃灯古佛是众三十佛之一的过去佛,曾统领过西方佛界, 而现在掌权的却是现在佛,也就是如来,前任掌权者给现任掌权者行礼,是理所应当的事情, 虽然如来回复小僧不敢受大僧跪拜,也只是客气一下而已, 其次,燃灯曾是如来的老师,在佛门的资历也更老,向如来下跪, 也是希望他能看在自己的面子上网开一面,解剖下驴, 释放孙悟空,那为什么燃灯要牺牲这么大,来挽救孙悟空呢? 看过这部剧的人都知道,孙悟空真身是五谷舍利, 是三界中唯一能对抗无天的力量,是度过这场灾难的关键, 如果如来也为小错将孙悟空幽进起来,那就意味着佛派将万劫不复, 而三界中知道这个秘密的只有燃灯古佛。 最后要告诉大家的是,西游记后传只是借用了名著西游记中的人物延伸出的一部同人剧, 不要从佛教的角度来想这部剧的人物关系, 在西游记后传中燃灯古佛给如来下跪,更多只是剧情需要, 不用太教真,燃灯古佛,作为佛教纵三十佛之一的过去佛,被称为万佛之祖, 在西游记后传中,燃灯曾为了孙悟空向如来佛祖求情, 如来在他面前也自称小僧,摩罗无天在搅动三界之前, 没有先找如来,而是先到了燃灯古佛处拜访昭安。 无天也自称小僧,说道, 也为您是万佛之祖,所以小僧先来拜访您, 这也表示小僧对您的尊重与敬佩, 由此可以看出燃灯古佛在灵山的地位之高。 那么你知道,燃灯这个万佛之祖的称号是怎么来的吗? 按照无天所述,在三万三千年前, 无天也是佛门弟子,被称为锦那罗菩萨, 他心地善良,天资卓绝, 而且他的师父幽婆罗陀是当时的世尊, 也就是长教佛陀, 所以他极有可能是下一任的佛教掌门人, 当时无天的前身锦那罗菩萨, 去南部传教室, 用自己的身体度化了师族女子阿修, 世尊却认为他六根不静, 将他驱逐出佛教, 从此锦那罗黑化成无天, 并宣布与佛教势不两立, 世尊幽婆罗陀觉得这是自己的过失, 所以引咎将世尊之位传给了地位仅次于他的燃灯, 而如来是燃灯的得意弟子, 他倾出于蓝,超越小圣佛法, 得误大成佛法, 不仅将佛教发扬光大, 其法力修为也超越了燃灯, 为了灵山有更好的发展, 燃灯传位于如来, 而如来念及燃灯的恩情和为灵山做出的贡献, 才将他奉为了万佛之祖, 而燃灯作为万佛班首, 祖佛源流, 无论是从地位, 贡献上, 还是他面对昭安的态度, 以及面临结束的选择上, 都无愧于这万佛之祖的称号, 祖佛联合作为万佛之祖, 禁山之祖, 祖佛联合作为万佛之祖,